大家好,我们是第11组 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Hohomart的行销策略分析计划书 我们的报告内容依序会有简单的背景介绍 接着是顾客分群可改善方向以及目标效益 再来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效益 我们设计了什么行销工具以及预估成效 最后的话会是我们的差异分析以及结论 Hohomart是台湾连锁的中小型超市 都设置于人口密集的都市区域 主力客群会在35岁到49岁的青壮年族群 极限界则是位于我们的台北市南港区域 接下来是顾客分群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们透过购买频率 购买金额收益毛利回购几率以及预期收益 去做了六个分群 其中族群3跟族群5我们又圈起来 这两个族群就会是我们接下来 要去做针对性行销的部分 族群3可以看到除了购买金额较低之外 其他的参数都非常的高 族群5的部分则是购买金额特别高 而频率上相对较低 但是收益跟毛利也都是正的 这边则是我们从母群体里面 抓出族群3跟族群5的详细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族群3的部分 抓出了2528个人 族群5的部分则是2195 我们将分出来的族群3跟5 特征的条列出来 左边是我们的族群3 右边是我们的族群5 族群3的部分我们把它名为 先生没事小洒币 族群5则是99一次大洒币 可以看到族群3也就是小洒币族群里面 看了购买频率是最高的 收益毛利回购几率也都非常的高 只有单次购买的金额相对来说较小 所以我们的改善方向呢 很简单就会是提高它的单次购买金额 右边的族群5 也就是我们的大洒币族群 可以看到购买频率及回购几率都相对较低 但是它的单次购买金额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的改善方向呢 就会主要再提高它的回购几率 因为我们认为购买频率可能是相对比较难提升的 因为它可能相对没有时间来电参购 延续上一页PPT针对小洒币族群 我们希望提高它的单次购买金额 针对大洒币族群 我们只是希望减少它来电的成本 去缩短它的回购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会针对 我们希望达到了这两个目标效益 去做行销工具的设计 那第一个族群呢 闲闲没事小洒币 这个族群呢 它有一些特性 例如说它的购买频率已经是蛮高的 而且它的毛利也高 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优点呢 给它锁定住 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行销工具的特性呢 我们希望把它设定在 天天主题日轻松满而折 例如说周一是保健日 周二呢是生鲜日 周三呢是品牌日 那因为主题日的商品 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的 所以呢 它的商品的毛利其实也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那因为它每天呢 都有不同的主题 所以也可以控制它的购买的频率 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它的满额的门槛 不用到非常高 我们就把它抓在799 然后让它原地八八折 就可以提升它的购买的金额 针对族群二呢 它的特性就是 99一次大洒币 那我们判断呢 这个可能是比较忙碌的上班族群 周六周日才会来购买 那这样子的族群 其实你要提高它的购买频率 其实是有点不切实际的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希望它能够一次性购买很多 能够让它买更多 所以我们设定上就是周末乐翻天 要你买3000现金回困翻倍送 让它已经蛮高的单次购买金额 能够再冲得更高 那我们因应这样子的行销工具的特性呢 我们就开始来所设定不同的工具哦 那例如说小小 闲闲门是小洒币呢 我们设定的工具是M等于0.16 B是15然后A是20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设定呢 它的上升中段 中点其实是比较快一点的哦 那我们把范围设定在20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整体来说 它的return最高点是有超过3万块左右 工具2呢 我们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把它的M降低一点 让它的影响范围再大一点 设定在30左右呢 可是当它设定下去 好像return的最高点是不到3万块左右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工具呢 拿出来做一个比较 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的确工具1 它的效果是会更好哦 所以工具1的部分呢 它的最高点呢 它落在AK14是21 Value是38左右 工具2呢 最高点是落在S23 然后Value也是23 的确好像目前看起来 工具1是更适合工具2 在族群1的这个地方 好 那第二个族群呢 99一次大撒币 我们也是来设定不同的工具试看看 那工具1呢 我们设定是0.1350跟30 因为我们判断呢 它的上升中段会比较后面一点 影响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呢我们看了出来 它现在呢 目前最高点大概是超过2万块左右 好 那工具2呢 我们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把它的上升中段往前 但是影响范围大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它的最高点竟然有到6万这个位置哦 所以我们在想说 会不会工具2比工具1更适合一点呢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比较 好像是有这个现象哦 所以我们把它在这里抓出来就是工具2呢 它的最高点是落在49 然后它的value是落在2000左右 我们认为工具1小额限则对小撒币的效果比对大撒币的效果还高 因此我们设M等于0.16与M等于0.13 小撒币相对于大撒币对小额限则较敏感 因此小撒币上升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设置B等于15与B等于50 那大撒币的可接受范围比较高 因此我们设定的A会大于小撒币 所以A等于20以及A等于30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同一个工具就是小额限则这样子的工具 放在两个族群里面比较的时候呢 明显的话是工具1的部分 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小撒币的这一个族群 那我们看工具2的部分呢 我们认为工具2高额限则对大撒币的效果 比对小撒币的效果还要高 因为大撒币的消费金额 比较容易达到高额限则的可能 因此我们设定大撒币的M等于0.16 与小撒币的M等于0.13 那小撒币相对于大撒币对于高额限则比较敏感 因此小撒币上升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设置B等于15 然后还有B等于40 大撒币的可接受范围比较高 因此我们设定的A会大于小撒币 A等于30 以及A等于40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工具2放这个高额限则的这个工具 放在小撒币跟大撒币的这两个族群之间 比较明显的是工具2 它就是比较适合大撒币的这个族群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来 我们用不同的工具去比较不同的族群 工具1比较适合小撒币 工具2的确是比较适合大撒币的族群 那我们的期末报告就到这个地方为止 非常的谢谢大家的聆听